好了,去到Chapter 6就講Moment of Force 我們終於回到這個力學的課程 細心的同學已經留意到Moment of Force 的Force其實就有關力學的事 加上Moment就是講那個旋轉效應 講Moment of Force是講什麼呢? 其實是講一些東西的轉動 一些的力和一些距離製造出來的旋轉效應 我們就會用一些...都是要畫力圖的 然後去計算一些的數 然後移低一點,你自己就先寫下 我們之前一直講的Newton's Second Law 講Force其實就是Afterma 我們一直都在講直線運動 你如果要令到那樣東西要轉 因為兩個方法的一,就有轉軸 第二個就沒有轉軸 先講有轉軸的例子 例如說到門就有轉軸的 那如果你的力推到門 好像藍色戰爪指著那裡 門就要小轉的了,那就有旋轉效果 但是我就一直加上給你聽 就說任何力指向轉軸 即任何力你apply指著轉軸去按 去apply去施加這個力 就不會有任何旋轉效果 就好像福濤的左側面3GF 我打一個交叉內的 包括你就是推到門 又或者對著門按 其實都沒有任何旋轉效果 記得 所以你私下的力 就一定是不可以指著轉軸 那就有個旋轉效果 沒有轉軸都可以 沒有轉軸的時候 你就要看重心 都是我一句 力指重心就沒有任何旋轉效果 不止的話就有旋轉效果 例如我們以前經常說推個盒 以前假設推個盒 就是推正CG 推正的重心 向前有一個加速 很正常 但如果你日常生活 你都知道 如果盒很高的話 你的力apply在盒的頂上 其實會反轉 所以要看重心 在後面我們就會說到 沒有旋轉動 逐點去看 究竟moment是什麼 moment is a force about a point is a turning effect 是一個旋轉效果 第二 moment of force can also be called the thought of the force 有時候你會看到 題目是用talk的 就不是moment of force talk也是 講一個旋轉效果的一個詞彙 那麼那麼 然後 the fixed point is the axis of rotation 我們很多時候有轉軸的 又或者有個pivot 即是個支點去頂住它 然後 其實很簡單 就說moment of force 怎麼計算 那就fxd 力距 力和距 自己寫下 力距就是你私一個力 距離就是你的力 和旋轉軸之間的距離 記得 你私家的力和轉軸 要乘90度 這個旋轉效果才是有效的 那就再看下去 moment of force 講兩個方向 一就是anti-cord rise 一就是cord rise 所以我們會用anti-cord rise 和cord rise 順時針 逆時針 去形容那個旋轉效果 是怎樣的 很簡單 就看5個點 什麼叫旋轉效果呢 即是怎樣順時針 逆時針 o就是fx point 所以現在是指點 你把手指挖朝點 然後 frozzet apply 要用那個位置 你會看見左手面 封圖是 cord rise 的轉動 右手面 就是anti-cord rise 這個不難明 好了 然後那個單位是什麼呢 moment的單位 就是大街n 和小街m N N 和m 來自於兩隻 因為moment 就是像ffxd 但 f老 donc 然後distance 就是m 記得不是租就行了 那麼7 很多時候我就說F乘D 你的Force和軸距要乘90度角 一旦不是乘90度角 做兩件事很簡單 第一個方法 你一就是刷力 resolving force 第二 你一就是去resolve distance 去刷距離 左側面幅圖 現在就講道力 就刷力 打斜的箭咀就刷成Fsi5和Fcos5 你留意到Fcos5 由轉軸指著出來 我們之前也講過 任何力指著轉軸的話 就沒有旋轉效果 相反 你看上面那支Fsi5 跟轉軸成90度 我們稱之為有效 旋轉效果主要是來自這支力 Fsi5 然後你看右手邊的幅圖 右手邊的幅圖 就不刷力 我保持著打斜的力 那我就要刷距離 這支力是打斜的 所以要找距離 要跟它乘90度角 就要把距離刷 記得打卡抄角 為什麼不能用 因為它跟G力乘的角度 就不是90度 我刷完之後 你見到下面D 下面有一個Perventicular的符號 那支D 就是有效的距離 我們計算 如果你說旋轉效果 Moment of 那個門 我們就用到Fxd 那D就是Perventicular 打了剔號 有效的 好 跟著後面有幾個example 交給你 自己摸索一下 pause段片一會 你做完之後 就看答案 先看題目 A door i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figure 三個人 Paul、Peter、Mary 然後就推著到門 那不同的方向 那大家的動力 都是50N 那他就想找每個人 施加的力 之後對應到門 的moment 是多少 那首先最簡單 就是計算 Paul 完全不用搞什麼 因為他施展動力 就跟 Axess of Rotation 就成90度 所有字都是直接用的 Moment of Force Fxd 現在的力量是50N 和轉軸的距離是0.8米 乘以40Nm 然後第二 到Peter Peter 就推門 就不會推 打橫推到門 對著轉軸 因為力指轉軸 完全沒有旋轉效果 所以moment 就直接等於0 第三 Mary 正常人都是這樣推 那你推門的時候 就打斜的手去推 打斜的手去推 就有些力拆出來 就完全沒有旋轉效果 例如 因為Mary打斜推 我把他拆成兩度力 看圖 Fcos40度 和Fs40度 打橫那支 因為由轉軸指出來 完全沒有旋轉效果 另外一支 Fs40 和轉軸成90度 有效的 用這個力去做 下面Fs40度 代50度 成分0.8 之後得出25.7 記得單位是Nm 然後第二條 更加直接 玩這個 騰騰轉 直接 濕一點數就可以了 FxD 現在C加力度15N Perbendicular to Rotation Axis 原心 和原心的距離是2.2米 乘分33Nm 同樣地第三條 也是提到推門的效果 現在有男生 A boy pushes the door with the width 60mcm 這是第一個伏位 記得轉1m 0.6米 By applying 10N force on the edge 用10N C加在門的邊緣上 Find the moment of force produced by his force If the force is 兩個情況 A Perbendicular to the door 和對門 垂直轉軸的軸心去推 第二就是 觸到門 30度角入攝 A批很容易 直接代回答案下去 FxD 現在F就是10N 和轉軸的長度 0.6米 乘6Nm 沒問題 B part 留意一下 B part 你自己畫圖 現在轉軸在這裡 看圖左手邊 到力 斜拆下去 30度 然後一定有 Component有下一個沒有 拆了Fx30 Fx30 Fx30 指向軸心 這次力 沒有任何旋轉效果 所以要濕數 就濕Fx30 所以你見到我寫F 就是10 10x30 乘0.6 得出來3Nm 就搞定了 這個題目可以衍生一些 去思考 就是代表 你推到門 C1的力 越遠的軸心 D越大 你的旋轉幅度 和效果 會轉得越好 如果C1是力 越近軸心 推開門 越近轉軸 越難推開門 就轉得越差 好 推完門 第四條 看見有快野 插快野 FxFx6 Lewton add as rigid body as shown in the figure 究竟怎麼玩呢 A和B 有兩個點 兩個點 什麼叫 Find a moment about all About all 的意思就是說 你拿手指握住 All那一點 然後 現在有力 插向那邊 想問旋轉效果是怎樣 Moment about all 很簡單 都是Fxd 因為F就是6N 跟力的垂直距離 就是0.2米 因為20cm 成為1.2 然後B part 跟力的垂直距離是0.1 所以成為0.6Nm Nm 這條玩什麼呢 你見到AB part 都是問個 resultant moment 在P那點 和Q那點 就有個 resultant moment 你見到這次 就沒有轉軸 沒有轉軸 其實我們都可以照找 因為moment 來來去去都是說 Anticode rise 還是 Code rise 先看P 先 take moment 你見到我 有個旋轉 旋轉 你先看 第一個 寫出來的 就是一個 Code rise 然後下面 就是 Anticode rise 看回 Code rise 的moment 就是你 按住P的點 之後 有什麼力 會令到這支棒 順時針轉 只有5Nm 是令到這支棒順時針轉 所以我稱之為 Code rise moment 5乘0.30 1.5 大家都知道 Anticode rise 就是 按住P的點 5Nm 因為它就是 Code rise moment 4Nm 就是Anticode rise moment 乘3.2 究竟 在P的moment 是多少呢 你自己減回 resultant moment 在P 你會發現 Anticode rise 是大於Code rise 所以3.2 減1.5 剩下1.7Nm 這個剩下的 因為 Anticode rise 是大於Code rise 所以現在 P感受到的 就是Anticode rise 的轉動效果 如果你想不明白 你拿一支筆出來 你自己 左手邊 Apply force 向下 右手邊 Apply force 你看到 這支筆 會 逆時針轉 其中一點就是P P就是 筆尖的點 其實就是 向下面 所以 感受到 moment 是Anticode rise 很正常的 Q的點 現在還沒計算 但你可以想像到 Q其實也是 Anticode rise 的轉動 算一下 看看下面 下面 放回數字下去 Take moment Q 用手指 然後看著 力 看著4Nm的力 其實就是令到 支棒 做一個 Code rise 的 moment 成為0.8 然後5Nm的力 就是做一個 Anticode rise 的 moment 然後你成為 Anticode rise 的 moment 就是3.5Nm 很明顯 Anticode rise 是大的 所以兩個箱 減了 moment 就2.7Nm Anticode rise 的轉動 所以Q感受到的 旋轉效果 就是2.7Nm Nm 然後 方向就是 Anticode rise 的 好啦 結完一輪數 還有一些想說 For the body to be in equilibrium 你要它完全是 靜止不動 那resultant moment 在每一點 就一定是要0的 即是有一樣東西 我們可以說得出 就是那個 Anticode rise 的moment 加總 是會等於 Code rise的moment 加總 那你看看下面的圖 就算你看著軸心 Pivot 那一點 你用手指插著它 你會發現F1 F2 F3 全部三支力都是向下的 然後 如果你插著中間 Pivot 那一點之後 F1 就是在做一個 Anticode rise 的moment F2 就是一個 Code rise F3 都是一個 所以 如果你要 靜止了 這支 便平衡 不動的時候 那即是說 F1 做出來的moment 是要等於F2 加上F3 做出來的moment 所以我們就是 所謂的 Anticode rise moment 等於Code rise 的moment No.3 If the resultant moment is not equal to 0 那如果你moment 一旦不是雙等 的時候 那樣東西 就想轉 就有旋轉效果 如果你不明白 做下面的example 就搞定了 那現在就說 Block A的weight 就是18N 有道力 Apply在棍子上 18N 指向下 然後 Pivot 就頂著它 頂著它 有道力 就是normal reaction 有R向天 然後 A part 問你 Apply force 要是多少 這支棒 才會平衡 不動 我們很簡單 take moment about O 指著O 超過一點 因為 Normal reaction 是由O 這點 指出來 它對於 那支棍子 沒有任何旋轉效果 所以忽量不用管 Code rise moment 等於Anti-Code rise moment Anti-Code rise moment 由18N的力 指向下 18乘力 距離 0.4 18乘0.4 等於對面海 對面海 看看F 就是做一個Code rise moment F 乘回距離 0.6 力距 成員出來對下數 你會計到 12N 就可以將 18N 的棒 平衡 然後再看 B part 它說 If a smaller force is used to keep the void in equilibrium 好啦 現在偷計了 要少點力 但我又要它平衡 究竟 我有些什麼 要改變呢 Code rise moment 的力 因為現在小了 因為moment 都要Fxd 力距 力小了 距離自然要增加 所以才有一個得出同樣的moment 所以 apply force should move towards the right 向右 去增加距離 令到旋轉效果更加好 到C part 問題 C part就不是動支力 現在動個pivot 動個support 中間三個人的東西 Move slightly to left 向左傾 就是向18N的方向傾 What changes have to be made for the applied force to keep the void in equilibrium 同樣地 要去平衡的時候 那裡力要怎樣呢 因為pivot 就向左動了 向左動了的時候 即是說 旋轉效果 對於這個大F的距離上升了 這個距離上升了 因為我要保持moment不變 那不變的時候 我的force就要decrease 減小 就不用太大力的 就不用太大力的 如果他就像 他可以進行 得免贅